费癌在很多人的眼中,往往认为是吸烟者的专利,但是现实是如何呢?最近广州某,对潘渔区某阵,50岁以上1323名居民胸部克拉体检中发现了这样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现象,受检的50岁居民中,男性606人,女性717人,共发现实例费癌,7种9例是女性, 1例是男性,9例是早期,1例是晚期,不吸烟的女性,生活在广州,空气比较清新的盘渔区,竟然有这么多人的肺癌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为什么?这另一生都非常困惑,但是目前最可能的原因,包括二手烟的污染和家庭油烟的污染,家里炒菜的油烟,可能是现在引起女性肺癌增高的重要因素, 因为在40年以前,中国人还处在缺吃少穿的时代,那时候满肉都要买肥肉,就为了找一点猪油做饭香,经过改革开放,90年代中,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吃的好吃的香了,从家里没有油,倒用多少油都可以,油炸,油煎,爆炒,各种舌尖上的美食, 让大家从来不利息拥有油,做产最多的女性,肺癌发生率也在悄悄的不断上升,现在在部分地区的统计中已经超过了男性,占了肺癌发病的60%以上, 当然二手烟污染,空气污染,汽车尾气污染,精神压力大等等因素,也可能是女性肺癌越来越多的原因,幸运的是,通过这次提前,发现的肺癌中,悠久力是早期做了手术,只有一力是晚期,健康不能当买卖, 当我们骂看病难,看病贵的时候,我们一定要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,车开了六年就要每年强劲的年检,有些人到了五六十岁都没有做过体检,人的血肉之躯能比钢铁之躯的车更结实吗? 车坏了,可以修,可以换新的,人可不能随便换,四十岁后病找人,人到中年,一定要注意体检, 不要将遗憾留在得病之后,目前不论在全世界还是在中国,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缺恶性肿瘤首位,中老年人是肺癌的高发人群,据华西及广义医院车辆统计,在四十岁以上人群中,不论男女,肺癌的发病率达到了惊人的百分之一点五,早期肺癌多数没有任何症状,只有胸部赫拉才能发现早期肺癌, 所以建议四十岁以上的人群,应该每年给肺部做肿瘤筛查,凶不可拉,要想科学预防肺癌,除了要做的解烟,拒绝被冻吸烟,重视病机及肺部慢性疾病,减少室内外空气污染,家庭装修后保持通风坏气之外,也应每年进行定期体检沙查, 争取做到早期发现,已获得较好的效果,四十岁以后也建议隔年做一个未肠镜,保护自己的消化道,但照胸部克拉发现肺部小姐姐也别太紧张,对于肺小姐姐我的原则,是不放过一个坏人,也不冤枉一个好人,肺小姐姐百分之九十五都是良性的, 但是也还是要警惕,一定要到专科门准看看,注意复查,我愿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,开设的肺小姐姐抓病门诊,就专门为这些病友服务的,如果你有些,分方面的问题,关注广州互联网,各位,就可以搜索王继勇医生咨询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